中国有15国少在东亚杯决赛点球大战击败日本夺冠 振奋中国足球 值得一提的是 这支球队的主教练是日本籍教练钟孙亚昭 根据报道 钟孙亚昭甚至不具备担任中国国字号队伍主教练的资质 他率队夺冠的这批球员 实际上是临时组建的选拔队 队员们大多来自恒大足校与山东泰山 球员方面最让人眼前一亮的 很多球迷可能要提中国队5号的黑人球员 他的名字叫做张鸿福 来自恒大足校 的确张鸿福是一位混血球员 个人实力着实出众 很多人看到他踢球 想起了贝林厄姆 这位黑塔球员身体素质很出众 四肢中卫的他 如果不改位置有可能是未来国足后防线的领军人物 当然年龄还小 我们有期待的同时 也祝福这批球员都能够成才